OBEN GIMERA 採訪 謝謝Iran的建設 我是Dennis 我是錦代表OBEN GIMERA 台灣的採訪 我這部分應該是以手把手去代行動作找找 所以我們就是先確認一下 有聽過OBEN GIMERA 的研究叫什麼 我們先了解一下 所以大部分都可能是第一次聽過 等等我們應該是會先帶大家 走註冊的程序 可以先輸入這網站 它的短網址是 osm.org osm.org 各位就是如果說有需要電 因為你這個操作的話是建議還是有電腦 手機或平板 手機的話可能會比較明顯 平板的話可能是還OK的樣子 大家可以自行去 然後我這個goesm.org 這邊進行 那如果說 這到你位置的話應該會是在你北搭這邊 那我現在已經在登錄的狀態 所以右上角會有我的一個帳號名字這部分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註冊過沒有帳號的話 右上角應該會有個sign up 一個登錄的畫面這部分 那就是它的一個注射程序就 如同一般的網站的一個注射程序一樣 就是輸入你的那個想要的代號名字 可以是英文、中文或中英文混雜 中文加數字混雜等等 那給入你的email的帳號 然後對這個帳號就是弄一個登錄裡面 那送出去之後咧 然後到我信箱這邊去收取那個注射信 那應該可以點一下那個注射信中的那個連結這部分 那應該就可以完成 那就是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前做這件事情 那有任何問題演化 可以舉個手 那我知道就是有沒有卡住這樣子 是 嗯 輸入osm.org osm.org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那以手機的界面的話應該會是 它是比較那個 response web 的那個設計 那應該可以點 右上角一個 它可以縮起來 應該可以找到 登錄按鈕 對 我們來拍個無盤的畫面好了 就開個無盤的畫面好了 對 廣告 這裡 放入osm.org 這樣開無盤的就 會顯示它沒有註冊 還沒有照號 有上角二個登錄,還沒有帳號可以連選註冊的樣子 除了是自己取註冊名字跟Dmail之外 你可以用一些網站服務,用Facebook登錄方式去申請帳號 或者是Github的帳號,用Github的服務去註冊 給大家看一下這畫面 如果點註冊畫面應該會呈現幾樣子 點電子郵件,再點第二次的郵件,你要的顯示的名字 這可以是中文、英文、混淆區、日文也可以的 下面兩盤位的話是密碼以及確認密碼這邊 大家提到處,你可以用Facebook或Google的第三方服務去申請註冊 那也是可以的這樣子 但是它好像壞掉了,對 我按下去之後它就消失了 不知道怎麼回事 再按一次好了 對,它應該就是 OK,它有出現了 那提供這幾個服務 你只要有這幾個網站服務的話 我們只可以用 但不夠我們點出 有幾百個帳號 我們可以用的帳號 去申請文去賣的服務 那有問題嗎? 然後需要排檢問的話 正局的時候我們就過去了 這樣子 我們只要有問題的話就隨時提出來 那我們就先繼續走下去好了 那我今天看的畫面是 就是台北大學一代的地圖 那今天就是 簡單講一下 我們去賣 你可以想成是維基百科版本的地圖 那是由你我這樣的一個一般人 去共同參與累積資料出來 然後漸漸建構主要跟豐富的地圖資料 那我就 找到台北大學附近 這種建築 有特效話語區附近 看有沒有遺漏的建築 來去做編集的這件事情 那 左上角這邊有個編集案的 那按下去之後 就會帶進大家 就是 線上編集器的畫面出來 那這個編集器叫ID編集器 那是 OpenStreetMath 大概是七八年前上寫的 那是算是 OpenStreetMath的一個入門的編集器 就是大家就是 如果沒有安裝其他的程式或軟體的話 那應該是綠色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時候就是 我先切回原來的畫面好了 就是大家看這個衛星圖部分 這邊是有一棟建築 建築裡面有一棟餐廳 那其他的這些 看起來像是工廠建築什麼的 或是住家建築 其實都是沒有畫上去的情形 所以說就是這邊的資料其實是 以理想狀況來說 它其實少了少了非常非常多 那我這個就是挑一棟客家文化園區對面的這棟建築 來做描繪建築這件事情 那更可以是在右邊這一排的那個 功能鍵這部分呢 可以看到就是有好幾個按鈕 那這加號的話是放大 然後是縮小 然後可以看到範圍比較大 然後另外注意的話是這個按鈕 這是背景設定 所以它可以切換其他的一些圖資來源 衛星 它們是衛星影像圖 然後就是第一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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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第二個 是 的 就是一個單車的圖層 第三個也是衛星圖 也是目前我選擇的 叫EOSA 世界衛星圖 那畫面畫就出現就是衛星 啊 的 那 第四個 的EOSA跟MAPHOP 一樣 跟EOSA一樣 世界衛星圖都是一樣 就是 衛星的圖層 這也是 那這畫是OpentryMAPHOP的標準圖層 就是大家 一開EOSA會出現的那個 畫面出來 那對比 一下的話就發現 這一代其實 畫的建築其實相當相當的少 這樣子 OK 那我們說我要畫的就是 刻加畫圓區對面這種建築 那建築畫它是屬於一個 面 所以功能建的話 我們應該是按區域的按鈕出來 那這邊再來解釋一下 其實在畫面上方這個部分 有三個功能建 第一個的話這個點 點的話 畫畫可能代表說 可能是我要瞄公設站 這種點來代表 然後再點在道路旁邊 線的話可能通常是 表出來畫河流 或者是畫道路等等 這種線來代表 那區域的話 就除了剛剛提到的說 建築物之外 也可能原來用來 描繪等學校的範圍 比如說它會拉圈範圍 就是那種區域之外 去把區域的範圍 把圈範圍拉圈出來 OK 那在畫之前的話 給大家看一下 OASM的資料的部分是怎麼樣 那我就點了 就是客家畫圍區前面的 路牌也在 那 這邊看畫面的那個 左邊 那我一點進去之後 它就出現那個 它的內景等等 那假如說它錯的話 那 不用說 這樣 那我看看這邊 那它這邊有預設 設定有非常多的一種 常見的那個 商家類型 那可以就是 依照 就是它實際的情形去選擇 然後說這邊 我們展示了它 它其實是預約 然後按預約之後 它主題就變預約了 OK 那我就把它回覆 它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直接 來看一下 UBIB站的 它可能有的資訊部分 那畫面資料的話 有四種 民政黨位 第一個的話 是主要的民政黨位 那 那 這裡寫新北市 客家文化園區 那 由於這之間 政府的開放資料 去匯進來了 所以我們連帶 把它的英文名字 也寫進去 就是 哈卡 這個名字 那 這是中文的名字 的部分 簡中 那 也中文等等 那再把那個 兩位 一下 看的話 那 可以 洗它的 容量 容量的話 這 UBIB的停車 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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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A、VISA 都是接受的部分 那其實跟維基百科一樣 就是邊角度區幹也是很重視它的來源的部分 那這個並不是我們去探查之後去把它加上去 所以我來源的部分就是寫政府的那個來源 就是交通部的那個大眾運輸的資料界階品牌PDX 那好像在去年做它改成改版叫TDX 那在下面兩位有描述就是簡單 也是接政府資料這邊 那政府資料就寫說它是位在來考道路幾號的前面那樣子的 那營業時間的部分的話 由於是U-Bike是沒有限制 只能在不特定時間的話就是它是24小時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它之後就可以出現幾種 常見的一面時間的表示方式 那在第一個選項 新奇到新一天的9.2期間 可能是現在餐廳的部分 有很多部分餐廳是敢製造時間的時間一面的方式 那在台灣的那個營業子的話 可能我們寫的是Monday to Friday 那從9點開到就是15點半那樣子 那就是依序依正德式去點寫的樣子 那下面這個標籤部分的話是比較freeform的部分 有時候就是上面的預設那些營業子不夠的話 可以利用這個營業子去點寫那種資訊的部分 然後說以這個U-Bike這樣的話 特定就把它拼音的部分 這樣拉下來一點 就把它那個中融的拼音的部分拉下來一點 就把它那個中融的拼音的部分拉下來一點 這樣子 對 它的CH拼音 它的新統治 可以更加化下去 那 政府一個好的一個政府平台 其實是它這個每一筆知道這個代表 這個年代表把這個PBX 的平台部分 管理這個單單的編號給大家寫進去 這是一個資料代表 那我們看看旁邊的一個特效文化園區 這個嗎? 那它其實弄得很簡單 那就是建築本身是沒有其他名字 那特效文化園區的部分的話 它的標籤是在整個園區範圍有寫下來 就像剛剛我們看到U-Bike的例子 它有寫它的 第一個名稱就是當地名稱 這邊第二個話是它的英文名字 第三個語言的多語言名稱第三個話是 它在中文底下 它的那個名稱還會叫成 我們往下拉 各位可能注意到說這個 名稱還會沒有辦法編輯 那我再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它有連接到Wiki Data 就維基數據的部分 那 這等Alan可以提到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格式長什麼樣子 它是一組代號這樣子 Q開頭的一個代號 它在Q 我唸一下好了 Q11081375是 在Wiki Data上面 那個新北市客家方園區的一個代號 那我點一下連結的部分的話 那它就會連結到Wiki Data 對應的那個項目的頁面這部分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去罵 畢竟是一個地零的一個資料庫 它沒有辦法就是無限制的 一直寫東西 然後說會這樣挖去連去介紹等等的 所以說還是要透過連結到一些其他第三方網站 然後說Wiki Data 我已經擺個字的部分 那當然就是使用這份地圖的人 可以更清楚說 我現在到這個地方它到底是做什麼用途 那等等還有人可以再去下面解說 Wiki Data部分 OK那 稍微看了兩個資料之後 我們再來實體來畫一下 那建議說就是 如果說你只畫一個小範圍的話 盡量就是放大到 就是可以看到你那個物件的那個範圍裡面 因為有時候可能有些區域的資料 其實相當相當多了 那以台灣來講的話就是 台中市這部分的話 其實有完整台中市的地址資料 都有在OpenStreme上面 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把它放到它最大的部分 你才能把範圍內所有的資料的載入 不然的話就是顧慮到程式的效率等等的 它是不會顯示所有的資料的 OK那 回到最新北市的客家的話 我把園區對面這種建築來示範出它的主化 那我就是重新從頭開始好了 那我現在沒有iNF的功能鍵的部分 那我就要開始了 那第一步應該要做什麼 這三個功能鍵應該要做什麼 那我們應該是要選區域這個 來畫出那個建築物它在空照圖之下 占據那個整個面積的部分 那這裡有個原則就是 就是請從最高層裡面可以看到的部分 開始描繪 就是千萬千萬不要就是 連這個畫成這個樣子 就是它的一樓的那個部分也寫上去的樣子 因為這樣畫畫 我現在做錯誤示範就是 畫到就是一樓的部分也寫上去的畫 這樣會畫得比實際的建築還要大 就是千萬不要這麼做 就是請依照最高樓層的部分 就是它所在空照圖中所在的面積去規制 那我回到這邊 就是因為當我做錯誤示範 就是它要做警告訊息 它警告我說 你必須為你畫這東西選這個類型 那我就依照它警告的訊息去做這件事情 那點進去之後 就出現很多種不同的類型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 因為它只是給建築 所以我就選建築圖文針 拿到一個箭筒 表示可以再詳細地區區分出來 那因為我們不知道它到底幹嘛 所以我們就選最 general 的部分 就是我們不知道它住宅 還是它其實是工業用途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選全最大眾通用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第一個選項的建築圖 OK 那 因為很多欄位可以填寫 就大家如果仔細看 剛剛西北市科教化園區的部分 它就可以填上住室的部分 但我們另外沒有實際去看 它到底是幾個 它到底是多高 它的實際的最多高度 或是它的層數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邊都有空 我們都不填 壁紙融也不填 這樣子 那 除了剛剛我這三個空門件之外 我們還可以對於建築圖 按一下右鍵 那就會跳出更多 各種的一個空門出來 那我這邊要選擇的是第三個部分 因為其實你台灣的建築圖部分的話 其實應該都是方正性的 就要做方正畫這件事情 那我剛剛這樣去點這個點 把建築圖的範圍給方出來的時候 很未必那麼廟墨準 所以我就選擇各文件把它放在畫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變得更加方方明明的 那就是把我剛剛很廟墨準的部分 就把它修正過來了 OK 那 現在我要再做一件事情 因為我是對最高工程的部分去廟墨圍的 那我沒有顧慮到正設的問題 所以我要再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再按右鍵字 那我移動這個建築物 那我就按第二個功能鍵 我要把整個建築物的那個面 和對準翼樓的部分這樣去平移 然後讓它能反映實際上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就按第二個功能鍵 然後按滑鼠之後 它就會移到溫線上的位置 那這邊原則就是正設影像要對準 就是翼樓層的部分 所以我要稍微一次往右邊 然後下面一點這樣子去移動 那我再按一次之後 它的就正式位置都移動過來了 那就是算完成這個建築整個位置的部分 OK 那我再來看一下 就是我還沒有其他的一些參考資料可以用 現在原本的參考資料叫做微星行造圖 那是有一些好心的微星行造圖公司 就是願意無償貢獻跟溫區脈的社群來使用 所以我們在溫區脈那個圖層 背景設定這個功能之下 我們就可以把它叫出來 那我現在我想要叫一些其他的一些地圖圖子 比方說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看有沒有那個GPS的軌跡 也許我們就是騎單車有騎腳車近或這附近有幾乎下的GPS軌跡 那我可能也許可以把它叫出來 走一下喔 OK 那是在這一個部分 你剛剛背景的層下面的附疊的選項部分 按GPS軌跡 那OK它是有的 只要有些時間來載入 就稍等它一下好了 有時候我會發現一個問題說 有時候微星圖不會被OptryMap的那些資料 它是沒有MAP起來的 那這可能有很多種原因 一種就是當初那個 最初在這個區域畫圖那個圖刻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你要讓有偏移的微星像圖 所以導致說 所有OptryMap的資料成為一個呈現硬幅度的便宜 那這邊的數字可能就是小到可能是一公尺 或大的情況比較誇張程度 可以差五公尺的進行 那我們看GPS軌跡這個好處說 我們看到它是有重疊這邊的主要道路 就表示說 這個微星塗層應該是 跟OptryMap的資料其實是獲得的 它沒有一個一定程度的便宜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放棄 用這個微星塗層去繼續描迴 那我就再來就是 我們先把它關掉 因為有時候就是會應該看到我們會圖 對不對 那我再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樣的 不然的話就是 我們就是來匯資這個圖 這個停車場的通道好了 我們就先 我先開一下就是政府的開放圖字好了 這個選項的話是 這個單位叫國主這位中心 是內政府底下的單位 它就有出版一些地圖的圖詞 那它開放一定的那個 就是縮放層級到15層級地圖出來 然後可以給就是OptryMap的社群的描繪 那各個地方就是一些大的道路 或一些停車場的範圍的 它肌肉都揮織出來 那另外一方面 它也可以做跟剛剛DPS軌跡在做的事情 我們可以確定說 這個OptryMap的圖詞是沒有完聊的 它應該是正確的 然後我們再切換回剛剛Arosa的那個 這個世界微型影響 那我就把那個 我們就快速的把那個 那個停車場給你掃出來 那剛剛我們要用到那個快速鍵 就是其實這點線面這三個 區域這三個 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對應到你的鍵盤是123 所以我按1的話就會出現點的功能 按2的話會出現線的功能 按3的話會出現就是 變換到區域入分 這樣跟大家說明一下這樣子 好我先把停車場給放回圈圈出來 那我按到最後一點之後 我再按一次最後一點它就會完成 那我的一開始就是選了 那我們就 不好意思 OK 它表出現在這邊怎麼辦 那有一個方式就是 因為其實世界上存在的圖針 其實有千千萬萬的角度 那這邊只會出現說明 剛剛用到的跟常見的一些圖針 所以剩下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用搜尋的方式去處理 那它是有parking lot的部分 那把parking這次之後 就會出現好幾個選項 然後說第一個是停車位 我可以畫到單一個的停車位 或者是第二個選項 可能是停車場裡面的無障礙車位 我也可以另一個畫出來 那第三個的話是整個停車場 那應該是第三個是我要的 因為這看起來不是一體停車場 然後不是一個建築物 那也不是地下停車場等等的 所以我應該選擇最正確的話 應該是第三個停車場 OK 那點之後 這個單一個畫的區域 就可以成為停車場了 那我們現在繼續就是 本來這些可以填的還會填一點 比方說 它到底只能在準備前停車場 那我們就選第一個 就是平面的 它其他選像有地下、立體、路邊停車位 或是車桶 這我不知道是幹嘛 垃圾桶 或是屋頂、建築屋頂的停車場等等的 那我選第一個選家的平面 那京北市應該停車場應該都全部都收費了 只可能差在收費頻率等等的 所以我這個選項會打勾 那再來 付款類型的話我就不知道了 不過呢 就是 對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所以這邊有空 像剛剛 我們看到的路線 就是帶個例子 我可以選各式各樣台灣通期的 付款方式都可以 那接口、LinePay、信用卡 或是保護卡等等的 都是可以填進去的 OK 那 我們今天基因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有空 再來的話 我們在話題最長的那個動道 那 剛剛大家有注意到 應該也知道 我剛剛講說 線可能是代表什麼 它可能是代表包 所以我們選第二個線的部分 來繪製停車場面的通道 那 這邊從衛星圖可以看到說 就是 它的路口現在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從 主要的這個 必須的道路這邊開始 畫第一個點 那 停車場的路口 這邊再點一下 那 繼續下去 就是 第三個點 就是 劃在停車場面 就照著 那個圍星圖上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把它的那個通道 一個人拿出來 那記得就是 要做 結束的動作 就除了 你可以按 再一次 再一次按 最後一點 或者是說 你可以按 Enter 或者是按 鍵盤左上角的那個 Escape鍵都可以 那 剛剛是選擇按鍵 還有那個 左上角的 Escape鍵 它就會完成這個 繪製 那我們再選 就是 道路類型 這樣就直接用輸入的方式 把停車場通道 把停車場通道 對 我把停車 然後第一個選擇出來了 這個畫質 確定一下 讓我們停車場通道 然後點一下 它就會選擇 我們這邊只有畫到,從它的入口畫到它的右側部分 它有蠻多的一些線條裡面畫,我們繼續 這邊看起來就快速地把它選出來 因為我剛剛有選天常通道 所以它出現在左邊那個選項的第一個部分 這就是主要的應該部分 那假如說你來想要繼續畫更長距 甚至會清楚是清楚到所有的挺身本都是畫出來的 但是因為今天時間有限,我就不做這些事情了 那我做無向你變動 那我現在做的事情全部都還沒有知道,不能去看照片 所以我要按右上角的儲存,它的東西才會出現在照片 所以我要做這件事情 OK,那我簡單敘述一下就是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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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札的畫 對面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到底做了什麼的話 就是要每次在存檔的時候就寫說你到底幹什麼事情 那我們這邊跟中時的寫上我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第一個的話就是我畫了旁邊 新特札的畫園區旁邊的建築物 第二個的話就是我畫了對面 特札的畫園區對面停電廠的部分 停電廠加了停電廠裡面的通道 那最後一旁的話是hashtag 就是假如說我需要追蹤 假如說我做一些團體的編輯部分的話 可以再加hashtag的一個部分 那我就這邊就去open data day 2023TW的部分 假如說有人在台下跟著我一起來 編輯的話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這次活動到底做多少貢獻 OK,那我們這邊確定都沒有問題之後 我就按上傳 等到它完成之後 等到它完成之後 所有的剛剛我們做的變動都會上去 OK,那它就完成了 我點一下就是它給我們編輯紀錄的頁面部分 OK,它還沒有出現 然後停電廠還沒有出現 然後更加文化語區東邊的建築還沒有出現 但是其實資料已經在上面 就是需要等到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這個停電廠東邊的建築會出現 那怎麼證明這件事情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地圖資料的部分 那我們就看到剛剛對面的停車場 就是這個部分 已經在上面了 那對面的停車場 對面的建築物都有在上面 那各位可以比對一下 剛剛我們選擇停車場 那裡面停車場 它是要收費的 這三個性質都有加上去 要我們就是time-in-pair的方式去處理這樣子 那停電廠裡面的通道也是一比一比的時候 出現在的上面這樣子 OK,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資料圖層關掉 因為如果說把範圍 說放到太大範圍的話 會遇到一些會讓你羅覽機點慢 所以要先把它關掉 OK,剛剛其實我們有示範就是 怎麼畫建築物 怎麼畫線段 但有一個事情也沒有做 就是畫一個點 那剛剛只要說點 可能可以代表u-bike的站 可能代表公車站 或是一般的商家旅行 那我繼續於這畫面中的部分 去繼續做一件事情 然後畫停車場的入口的這部分 然後就回到標誌停車場的這部分 那我剛剛很刻意就是讓停車場的通道跟 停車場的範圍那個點就是有共用這個點 然後這邊就找一下停車場入口 OK,我把停車場三個字 就是我要找到停車場出入口 就出現在第二個選項 那我要再就是選這個部分進去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這個示範就是怎麼加點這件事情 那這裡自個停車場通道會辦地方 那它就選平面停車場的入口 就選平面這樣子 那它是 這個字的話我就不清楚 這個就不停車的樣子 那我就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那我就是一樣 我已經完成了 就是按右上角的那個編輯件 就按下去的樣子 那 我們今天要投擔一下 我教書剛剛就是我打的那些字的樣子 我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好 我們今天每次特效馬遠距對面停車場入口 我們要按雙轉 我們要稍微等它一下這樣子 好 那它的編輯記錄就出現在上面這樣子 好 它還沒有追在上面 但是 我點一下 它就會 那個點位置就會出現 稍微等五到十分鐘 應該東西就出來了 好 然後我可能 它可能強制它那個 快取快取的東西出去 好 那我們要專心的等它一下這樣子 OK 講到這段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做數字算的兩筆資料 應該說是兩次的編輯 就是 我們要做數字算的兩筆資料 照文區看的上面 它對維基百科等一次 就是 每一筆的編輯都有記錄 所以剛剛在畫面中的話 這個畫就是叫Chainset 就是寫說 你是在哪一個時間 有哪一個帳號 時間 哪個帳號 還有用什麼編輯器做這件事情 所以假如遇到問題的話 就是 可以再回溯 到底是誰做這件事情 然後跟這位編輯師 統統這樣子 所以大家還是做兩次 這個編輯的工作 謝謝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 我這邊大概講解是到這裡 就是基本的一些部分 那我這邊可能會再 示範一下 就是 加點的部分 那 我早上從檢案站過來了 那我發現說 OpenChimp那邊的商家 更新要 要更新了 所以 我檢案站 我現在中和景評路這邊 需要去更新資料 我發現它好像有一家 乳衛電 它已經不好了 再加上Vgica 這樣它出現 請按這樣 OK 所以太多同名了 這邊要出現 看到它 Jerry 請按這樣 再來收一次 第二筆畫 這個 就是 整個 整個共動大輪的部分 那個 的部分 那 是環狀線的部分 那 我們剛剛是在等公車 等 921那邊 就發現 電價更新的部分 相比客家文化園區,檢安站對面這間商家就標示比較多了 我們來仔細就是一個人來看到,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這間是一個法堂,他就很基本的是他名字跟他的商家的類型 其他像是他的那個變化號碼,他的地址什麼的都還沒有這樣去 OK,那...剛剛...我等921那邊... 這麼過來嗎? 稍等我一下,我找一下都會在哪 應該是在這附近 來,我先...看一下... 緊...平安緊... 先把他...收繳繳 對日之中... 心無間地把我來這裡跟蹤蹤蹤 然後... 然後... 開照... 確定一下他的位置 確定一下他的位置 OK,他是在針線外帶那附近 所以應該是... 所以應該是他... 應該是在這裡 好,我們走到,就是針線外帶 我發現這家CocoBook就是已經不在這裡了 他換成那個... 他換成早餐店了 然後這邊有記錄一下... OK,他已經有壁紙了 所以他... 建北市中的區域景平502號利樓 的部分 只不過他已經不是Coco 那我這邊就是... 直接... 因為他已經不在是... 但是他也沒有消失 所以我就是繼續連用這個點 只是把那個... 新的變價資訊加上去 這個... 就是在Bexus的部分 那這樣變成什麼呢? 那這樣變成人家... 我就看到他是叫早餐店 然後這樣... 就是... 他的名字就叫這個 所以我選餐廳 然後打早餐店 OK,那... 那我剛剛有超到他的營業時間 所以我可以... 在他的營業時間上去 那他應該是每天都營業 就是... 從... 禮拜日到禮拜天... 營業 然後從5點10分到12點開始 OK,那這樣我就打完了 那每天營業就是... 集集到星期天... 5點10分... 一早5點10分到中午的12點 那再來... 再來看我的大宗 旁邊有人家... 稍微移到他位置 OK,我的男星這一個點位 他其實有點惡名昭彰 艾尼亞 應該是... 賣化妝品的,所以... 就是... 甚麼感覺 目前,所以... 你沒聽到... 那一邊能不能議, 哪一邊能不能選擇 我以為你捱 又不投擲 那這一個點 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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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一個人不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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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阿尼亞部分我們都不知道他的資訊 有空 再來加旁邊的裝備大圖 這部分他就屬於比較 takeaway的類型 所以看應該是這個的例 公平大圖 你們的相關指點 你自中四川很辣 對 這部分的零三甸 有空 你不在這裏 有一些人 那對 你不在這裏 你不在這裏 那我這裏 你不在這裏 總共有四次的編輯,所以今天就打警安站 變加更新 那這樣就是剛剛的跟他下來 跟他的 電量站 OK,然後把我的主題標籤 那我就上傳 這是一個簡單的商家的資訊更新 跟新增那邊移動商家的編輯式版 那我這邊還有15分鐘左右 那看大家就是在台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說 有什麼想要知道OpenGMAT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都可以在這邊示範 那時間上就是 但是大家自己編輯還是就是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不然的話 我們這邊就是 開一些其他的一些 OHM的圖層 好了 從右邊除過來 OHM的流感畫面中 第四個圖層部分 就除了第一個 就大家比較熟悉的 OHM的標準圖層之外 下面就是 著重在單車的部分 那你三角在附近的話 就是附近有大氣的自行車道 的部分 那就是藍色的線道 那 應該是312橋 對不對 312橋它畫設單車道 所以它那個單車的部分 有在不同區域上有顯示 那再來就是第三塊 是另外一個自行車地圖 只不過它的樣式 就沒有剛剛 Cycle OHM那樣子 那麼的強烈的部分 那它除了單車路徑 是特別要難色的顯示之外 它也特別著重 就是跟戶外休憲有關的 那個圖證的部分 然後說衣水機在哪裡 或者說就是單車修理棚 單車店 或是公共單車租介 所以單車店不到在哪裡 就是選擇 那 WASM的話 也可以就是說法 容許公車路線這部分 那這樣紅色的線都是 三峽北大這附近的公車路線 對不對 那各位如果把畫面再放大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再看到公車的那個編號出來 那 因為三峽北大這邊的話 就是很多有高速路經過 就很多國道客運都經過這一段 但是 應該到新竹吧 3777 到1728 到台南的1612 1928 這些等等 都有就是 以紅色信堂方式 然後放大之後 就是 尤其是在交通預渠地圖上面 那我這把畫面 都要大了 這邊好了 就是在Open Gmail上面 及 Obsen的社群 其實相當著重公車路線的呈現 所以應該主要的 台北市的公車 新北市公車都有在 Obsen的社群的照片 另外一個公共裝地圖是這一塊 那 就除了 大家還有載入 就除了一樣 紅色還顯示公車路線之外 捷運路線是用藍色顯示 那傳統的鐵路畫是用橘黃色的部分 就是顯示出來的這樣子 那一樣就是它在公車路線的部分 它會顯示公車的編號這部分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畫就是 我們到重點地圖 那它著重的重點就是在那個 它的那個色系的部分是比較多的 這個適合就是 可能在限定 你可能到站在現場這邊 那你可能就下載了 離線Obsen區辦圖資之下 那你這個圖針 這個樣式它會比較有異語閱讀 那圖針的選擇部分 就比較著重一下公共建設部分 比方說 不是公共建設 是公共的設施 比方說警察局 派出所 消防隊 等等的部分 那它的那個 我介紹的商家部分 是因為我顯示的那麼的明顯 可以讓它放到非常非常大的層級 才會看得到 對 所以它就要放到非常非常大的層級 那比較在數字場層級之下 主要顯示派出所警政單位 消防單位等等的 這是公共的設施 那不知道大家如果在現場操作的話 有沒有什麼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說就是想要什麼 你有什麼地圖專案 你也許可以得利 可以運用或是需要 那你可能知道要怎麼下手 都可以用歡迎來自然音學 那樣子 因為現在是在那個 優惇的畫面 然後進到微型影像 關於微型影像 因為主要微型影像 是拿來做那個 微型的參考人 Cheika 哇 是的 你可以通知 你對 可以 那就進到微型影像 對 只會進到微型影像 是 這 微型 它比方是叫地極 它比方是叫地極 因為它幾次畫地極就是叫地極 我剛的示範的話 是先從最上面去畫 然後再去位移到對調地極 也不知道它們有什麼問題呢 或是你可能想問 它到底跟不夠低頭什麼不一樣 這部分的話其實我們一定會給您講 就是會詳細解說它 到底跟不夠低頭什麼不一樣 那今天這場是比較偏workshop 所以我有點忽略這塊 就是以手把手實做的方式 那最簡單的一個差異部分的話 我們去罵是以一個非議員基金會的方式來運用的 所以說它是以在英國註冊的NGO的警示 去負責管控這個標籤 那台灣這邊的話是 台灣是有在地的社群在做這些 在負責維護我們去罵這邊的一些圖資 或是一些繪圖標準的部分 所以有些文件的翻譯或什麼等等 可能就是社群這邊 或者就是抽出自己的時間來做這些事情 那像是大家看到這畫面中的那個中文的介面 都是社群1.1D就把那個 原來是英文的部分 然後翻譯中文 那如果地圖畫像是一家商業公司 所以它可能就是包山包海 就是不只有這種地圖畫面 還有導航有那個搜尋 那就是街景的部分 那Open Gmail 它會比較簡單一點就是 它主要賣的就是這一個畫面的部分 那其他大家在用過的地圖會用到 比如說街景或是搜尋 或是導航的部分的話 這部分就是由其他的公司 就是在有Library Open Shrub圖去做這件事情 前陣子有比較 有比較瑞品公司叫Mattery 那它是前陣子的Meta 就是非色價公司買下來的 那它就是負責做街景這一塊 那它最終的目的可能是想要 然後藉由就是 大家能用手上的那個相機去拍街景地圖 去做一些AI的視點 那我這邊就秀一下Mattery的畫面好了 OK 那Mattery像已經是一家Meta公司了 那台灣之前的話也有一些熱心的群眾 就可能去 比方說就是 我們是讓台灣的社群 有申請到維基金會的一些補助館 那就用會定期去一些觀光景點 去拍攝街景地圖 那用的社群的話就是 用請錢去買一台殘忍相機 然後加在桌子上 然後連路開過去的時候 就是會拍攝街景獎的部分 那上次的話 我們在最近一次去台南一帶 台南主政那邊的部分 那我們去 鋼明教會那邊去 判法部的樣子 這裡是美濃屬於 玉井 美西 港內 OK 主政在這裡 我們都隨便找了主政失去的部分 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的效果可能會有蠻大的差異 因為有些是用 像剛剛我們可能 OK 應該是用320相機拍的 所以它是可以四處轉一轉去的 那今天用手機照片的話 它的視角都比較沒有那麼多 OK 那這個畫面應該都行 設計武器去拍攝 所以它的畫面沒有像 Google的街景 是可以講360度的 OK 沒關係 我們可以就是 我們可以搜尋360度的部分 我們可以搜尋360度的部分 就這邊沒有什麼 可能要在找吉他的部分 那樣子 OK 阿里的G2 這個畫面應該就是 上了320相機 所以它的視角會比較大 就基本上是360度的部分 那這個影像的話 也是可以用到 噪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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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只要說我可能是經過市區 或是聚落的部分 我可能看到 比如說畫面中有出現 我還在這裏教區的部分 比方說 移民服務中心 或是在冰藍攤等等的 我就可以依照 這個照片上的位置 就是照片上看到的資訊 把它在Openship那邊 去把它點出來 比方說 這個位置非常大 我這個在Openship那邊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Openship那邊的部分 可以用到的那個 資料代表這樣子 好 這邊就是 接近部分就是 那個可以 可以幫忙做的樣子 那看 這看起來就是 好像每天的價錢 快收下來了 這是一個阿伯 就是騎著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電動機器 還是那個 一般的機器 他去拿著那個 三個影像去拍攝這樣子 那這個好處就是 剛剛我們在用微星圖的時候 我們只能看 從空中看到的 建築物能過 這個好處的話 我們是在限定 實力看 在畫面中出現上架的話 會把上架搭上去 那這邊看起來就是 阿聯 那是阿聯 那是阿聯 我可以把樓層數數出來 那假如說我去開 一邊去那樣畫 那你可以去 把這張建築物畫出來 然後把樓層數 資訊下去 那時間應該還剩三分鐘吧 那這邊的話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疑問 或是一些 想要分享的一些物責